HELLO 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福特的Mondel 那這一個世代的Mondel 已經從火產化改成鏡頭了 所以我剛剛開車的時候 因為這台車我們出了很多車友捧場 可是我沒有實際開過 一早的時候我一開車門 覺得車子裡面內裝的氛圍 真的是大概都已經200萬以上等級雙幣的車款 所以它的整體的一個底毯也好 或者是內裝也好 甚至是其他的一個周遭的氛圍也好 其實這個是正式一台很棒的車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台車的安全性 應該如果有開一樣的車主的話就知道 這台車的安全性相當好 而且玻璃還是雙層的 所以這台車整體的CP值呢 算是相當相當的高 那這台車是五代的Mondel 那這台的動力是柴油款的 應該是上個月吧 我們有在台中的正東汽車 環中路的正東汽車 有介紹過一台Mondel 但那一台是Wagon的 Wagon的車友好像也還蠻多車友 幫我們介紹KT的避震器 所以好像台灣有不少台Mondel的Wagon 五代也裝KT的產品 那這台的這個世代的懸吊系統 它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尤其是它的後懸吊系統 跟野馬Mustan的S550是非常非常接近 大部分的零件大概都是有共用的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的原廠的避震器好了 因為有一些零件是要沿用原廠的 它的懸吊系統 前面一樣是一個賣花承的懸吊系統 而且它的上座跟上一個世代 四代的Mondel有點相近 是一個上座然後是有一個母孔 但KT的話都有一個全新的上座 而且上座還有護手層 所以上面這個上座不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像這部車的行駛的里長處有點多 也許啦 有可能這個上座的軸承 已經有可能有快損壞的狀況 那萬一拆下來 裝到KT上面的話 萬一有異常的時候 就很難釐清是原廠的上座有異常 或者是KT的避震器有異常 所以在安裝時候的問題會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像這樣的上座 尤其是在前一個世代跟這個世代一樣 它是有方向性的 像這裡有一個缺口 如果沿用原廠這個缺口是安裝錯方向的話 第一個它轉向就一定會有異應 所以像這個世代五代的還有四代的上座 萬一沿用原廠的話 它是比較容易會有異應的 它是有一個方向性的 像這個缺口 如果線上有計時的話 就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缺口是要朝車子的內側的 這個缺口 所以像這樣沿用原廠的話 就比較會有安裝上的技術的一個層面 然後沿用原廠也要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它需要把它壓縮彈床之後 這個上座再拆下來 對計時來說 它拆中的公尺也會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有原廠對計時來說是比較友善的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後彈簧 這個是前驅車 前置引擎前驅車 它的彈簧怎麼會那麼速 因為它彈簧的擺臂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擺臂的位置 它的彈簧擺設的位置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後彈簧的公斤數 KT是配14公斤 聽起來會很可怕 會超重的 這個車怎麼會配到14公斤 但是彈簧的公斤數的多寡 並不是車子的重量 或者是它的前驅後驅來決定彈簧公斤數 最主要還是得要看看它彈簧擺設的位置 在相對支點是什麼位置 所以這個後方的彈簧的話 我們是配置KT的話是配置14公斤 那這個上向體 上向體的話是不需要使用的 直接用KT的一個Hilo Key就可以了 下向體的話就需要沿用原廠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可以看到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的這個結構 跟一般的日系車 或者是其他車款不太一樣 它是下方的一個不需要鐵套 然後再鎖兩顆螺絲的方式 所以它的形式其實這裡呢 就跟S550的野馬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上方會有一個上座 它的行程其實是走一個短行程 可是我們之前如果有分享過野馬的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阻尼 野馬是非常非常的硬喔 但是這個是前驅車 而且它算是一個負能的房車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就會做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阻尼 其實是比較偏向舒適的喔 那當然啦 因為這台車的理想處比較多 所以它的阻尼也略有一個衰退的狀況 可是隱約還是可以看到 這樣的阻尼設定 其實它是很舒適的喔 好 上座的話需要沿用原廠的喔 這個上座要沿用 那防塵套跟饅頭的話 開力就很酷了喔 那一邊後面已經裝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後面好了 後方的話 它是一個彈簧跟避震器 分開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的上座是需要沿用 在上座的上方 這裡 KT的話 就附一個旋鈕 從這裡就能調整軟硬 這個小旋鈕 因為體積會比較小的原因 是因為萬一我們做大的話 它會跟內牆會干涉 所以這個頭會做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尺寸 那這裡的話 防塵套 蠻頭的話 這個都有附 這個盤簧上方 這個調整機構呢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調整車高 我們叫Hairoki 那今天的車高 原廠 原廠的話 大概是三指幅再多一點點 那今天預計大概做到兩指幅左右 有略降車高 但是並沒有降到很低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後面的話 一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話 如果有常常看經理介紹直播的話 像這樣的一個懸吊系統 它的彈簧上部是在取決於車高 那這個筒身其實它能調長短的 可是它筒身調長短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這個筒身的長短 是在取決於它彈簧的預載 那簡單來說 如果縮得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跟Hairoki就會有間隙 那開起來就會有異音 可是如果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就預載 預載就一定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然後筒身的壽命也會縮短 所以這個是後方懸吊系統 特別要注意安裝的技巧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小心喔 它的前面的話 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這部車齁 在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拆的時候不可能拆螺絲 一定要拆螺帽 因為它的螺絲 它並不是像Subaru一樣是偏心的 它是有一個螺牙 所以你拆螺絲的話 會損壞到它的螺絲 一定要記得要拆螺帽 這台車一定要記得要拆螺帽 那它的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這個是ABS感應器的位置 這個是原廠的吊架 那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鎖點 這一個離載串的鎖點 就都跟原廠一樣 所以不需要再多花錢 改短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可調式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上座樓等一下再來介紹 車高的話前面也預計大概兩尺幅 前面的車高調整跟後方不一樣 前面車高的調整 我們是把這個齒輪狀 雲色的鎖板逆時針懸鬆之後 它的長度就能調長 它的桶針長度調長 車高就變高 相反的如果把它縮短的話 車高就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相當的寬 而且調高跟調低並不會影響到它乘坐的感覺 因為它並不是靠B彈簧 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開起來是不會差異很多的 那用料的部分 這個是好像在被錄音一樣 用料的話 我們KT所使用的 像主名有的部分 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名有 像這一部車應該也有少數的車友 比較熱血的話 如果有騎這個重機 在義大利的話 有一個義大利很知名的重機品牌 叫Aprilia 那Aprilia它的避震器 前叉還有後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都是用義大利IP的主名 這個油品 我們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來台灣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再做一個滾裝 所以當然它的單價比較高 可是它的油品的表現的穩定度都相當的不錯 最重要的攸關到壽命的油風 這台車應該日本的TEAM應該是沒有做的 一些相關的日系車種 在很多的車友都是選擇TEAM的 TEAM的話 日本很知名的最大的一個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日本的TEAM 它所使用的油風也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風 就是NOK的 KT所使用的油風也是使用NOK的油風 所以KT整體的壽命都相當的不錯 那當然啦 即便用這麼好的油風 這麼好的IP的主名有油品 時間久了 一樣會劣化 一樣有可能會有漏油的狀況 那到時候 因為KT本身 並不是受警戒人做帶動的 我們自己就是製造的廣場 所以時間久了 如果有需要維修 需要做整理的話 KT會有辦法翻修 甚至是針對單一的零件來做態的話 這個是一個廣場才具備的優勢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這台車比較簡單 有的車需要拆 像福特的話 如果KUKA 或者是FOCUS三代的話 它需要拆飾板 那這台車 因為上座是有三顆螺絲 這裡看得到兩顆 可是有一個藏在裡面 它不需要拆飾板 只要把飾板的扣距稍微拉開之後 這裡可以拉開 就可以拆得到另外一顆螺絲 所以它上座是三顆螺絲 那阻尼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調整的機構 可以看到 跟一般我們在開直播 其他的車款不太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感身把它拉長 那方便車主 以及是打開 從這裡就能調整 那調整的方式一樣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KT的話 一共有三十段 三十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度 來做調整 那在調整阻尼之前 有一個動作要請車友 特別注意的就是 胎壓一定要正常 那像這個 這個算是歐氣車了吧 有可能會在 會在油箱蓋上面 那這台車是在 駕駛座門打開 旁邊就有一個輪胎的規格表 上面的話 也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像要調主鈴之前 我會建議車主 把胎壓放到原廠建議的胎壓 再來調主鈴 因為胎壓的話 如果太高的話 那主鈴怎麼調都會不好做 所以胎壓就用原廠的建議值 然後再來調主鈴就可以了 鏡頭帶一下這台的車頭 這台是五代的車頭 相當的大 一般有的好像會叫馬丁頭 這個五代是相當經典的車頭 辨識 以上是今天 福特蒙貝爾五代 這台是2011幾年 2016年 2016年兩千的才有引擎的一個安裝 直播分享 那這台車再次感謝車友很捧場 都主動幫我們介紹 因為這台車在台灣的 其實它不像是TOYOTA 能見度那麼高 但是銷售的狀況算普普通通 可是我們KT賣得很好 那當然還是謝謝車友的介紹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說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的話 那請不用客氣 請到我們KT的粉絲團 或者是文章當中 都會有一個KT的LINE官方的聯繫方式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